15号中午有游客发出求救 说他们到台州先居白塔镇后山根村游玩时 被突然上涨的河水困住了 五名被困人员在距离岸边50米左右的孤岛上 水流很急 水位还在持续上涨 好在前来救援的冲锋州马上到位了 救援人员到达对岸后将绳索一头固定在冲锋州上 另一头由岸边救援人员拽住 以防冲锋州被河水冲踪 然后再分批把被困人员转移 五名被困的中年女子从里水浸营过来 其间到河中间小岛上摘艾草 不料碰上了上游电站开闸放水 水位上涨 等她们意识到危险时 已无法上安了